新北市的南瓜場季即將到來 每年在淡水的金色水岸旁都會舉辦 我們的新北市全國大南瓜比賽 南瓜我們常常可以吃得到 但是南瓜隧道可是期間限定的喔 今天我將大家搶先看我們的淡水秘境 我們的南瓜文青景點 然後教大家拍出一些漂亮的文青照 那現在我們就出發吧 淡水的南瓜隧道位在屯山裡 淡進公路旁的斜坡下 從路口走進來就可以看到 五座美麗的南瓜隧道 淡水農會最近鼓勵農民 不把南瓜種在地上 而是把它改種在棚架上 綠葉襯托著陽光 結石累累的南瓜一眼望去 就讓人感到非常的清新放鬆 我每天來這裡跟他拍拔 好像拍拔的 那個小小小 很大人喔 會感覺這樣 來這裡的地方 光景很好 好像很快樂 日志願很快過 都沒有你自己想想 漂亮的南瓜隧道 是農友們辛苦付出的心血結晶 走在南瓜隧道裡 會讓人有美麗的好心情 為了這次拍攝 今天我特別戴上文青鋒的帽子 穿上有橘色 黃色 綠色的南瓜色系衣服 來搭配南瓜隧道的氛圍 每年的五月到七月 這裡就會呈現色彩繽紛的樣貌 記得把握最佳觀賞的時間來參觀喔 我們今天南瓜開放的時間 是預計在五月初跟五月底 我們南瓜隧道福島理念 就是說過往我們農民 在種南瓜的時候 都直接種在地面上 那因為果實有時候被葉子 覆蓋住 那會造成一個不均勻 那果實有時候直接接觸到地面上 會有造成蟲害 那近年來我們就鼓勵農民 將南瓜種在藤架上面 讓我們藤蔓在藤架上面爬 那藤架下面就是 各種南瓜果實咧咧 造成一個很好的景觀 南瓜隧道理應良舒適 不同品種的南瓜垂掛在棚架上 成了最棒的夏日風情 那簡約的風格呢 穿出南瓜的主題顏色 一起拍出屬於你的南瓜文青風吧 一起拍拆 今天的照片會是龍風 今天 צר實在音樂 歡迎� Clearly Origin Doctor 大家好